第一个模块是我们这个课程的概论 我们讲了两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个是如何来看待中国的大历史的发展轨迹 给大家提供一个宏观的历史国情的背景 第二个概论课就是社会主义理论 我们上节课给大家探讨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何来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来看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 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 这节课开始我们会分别从200年的尺度 和70年的尺度分别来去探讨 中国近现代发展的这个过程 来去理解中国是如何从一个古代帝国体制 一步一步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体制 并且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呢 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这是我们未来这两到三次课要探讨的问题 好 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 中国现代化的挑战与响应 我们在第一次课当中啊 已经给大家分析了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 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 再到工业文明 再到现代的知识文明 我们现在出来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 那么这个四个过程啊 是理解人类近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那么我们在第一次课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古代中国强盛 到了近代又衰落了呢 我们在第一次课已经就这个事情啊 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引子 但是呢并没有展开来讨论 那么这次课呢 我们就围绕这个主题啊 做展开深入的分析 那么这个问题的核心呢 就是现代化挑战近代的中国 我们知道 人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这是历史学家 那么汤因比呢 在著名的历史研究艺术当中 在论述文明的起源的时候啊 他提出了非常有名的 挑战与应战理论 他在书中当中啊 讲了这么一段话 这段话呢 我认为对于理解人类的历史进程啊 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啊 文明的生成源自自然环境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形成挑战之后 而人类进行了成功的应战 即人类通过努力克服了自然环境 所形成的阻碍 开创了人类的文明 这段话很重要 他对于理解 人类各个早期的文明的形成 具有重大的含义 我在第一次课当中啊 给大家讨论了 为什么中国古代 那么早就选择了大一统的体制 那么我们讲了三个方面的因素 它的核心呢 都是中国对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一种挑战的响应 那么对于这一点呢 我们发现汤因比在他的书当中啊 其实也论述了 汤因比他取了一组例子 是讲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观察 包括玛雅文明是源于热带森林的挑战 古代印度文明是源于 恒河流域的潮湿森林的挑战 古代中国文明起源于 水患严重的黄河流域的挑战 那么西方文明起源于 阿尔比斯山以北欧洲的森林 雨量和严寒的挑战 他一口气举了四个例子 其中就包括中国的例子 很显然 中国这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第一次课谈到的 就是他认为呢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源于 中华民族对于黄河流域的挑战 很显然黄河流域的挑战 只是黄河洪水的挑战 它只能解释 中国文明早期起源的一部分 并不是全部 我们还取了很多其他的因素 包括国防的因素 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之间的战争 也包括震灾的因素 当然还有洪水的因素 洪水的因素核心是黄河的洪水 当然还有各个流域的洪水 同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像水利灌溉 像抵御台风的海棠 也包括像 像那个远距离的运输 潮运 这样一些水利工程的需求 等等一系列的 那么很显然 黄河流域是一个 非常主要的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历史学家 他们的观点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就是他们都共同关注到 中国古代所生存的困难的地理环境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围绕 现代化挑战近代中国 这样一个主题啊 来进行分析 我们从五个方面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工业化和现代化挑战中国的实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本质 那么其次呢 我们从三段 因为中国近现代历史 我们响应现代化的挑战 是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 中国最后一个古代王朝 清王朝 他就面临着西方工业化的挑战 这个挑战他是如何来响应的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 那么中国是如何来响应现代化的挑战的 第三个阶段呢 就是共产党 是如何来响应 这个现代化的挑战 这是分三个阶段 当然我们知道前两个阶段 中国并没有成功 那么到了共产党执政之后呢 中国呢 才正式地 响应了工业化和现代化 当然 这个响应呢 面临着非常苛刻的历史条件 就是它是在非常局限的 历史条件之下来发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我们回到那个时候 就是中国在1950年前后 我们看看那时候的基本国情 看看中国正式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之时 面临的初始经济条件 当然也包括社会发展条件 我们看看它面临的约束 就来理解 中国发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五个主题 首先呢 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 就是我们来理解一下 什么是现代化 为什么说现代化来挑战中国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啊 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这个变化呢 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政治 也包括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 现代化的本质是西方化 因为现代化核心的工业化 最早是在西方发生的 特别是以西欧为中心发生的 是在西欧发动了工业革命之后 逐步波及到欧洲大陆 进而全世界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它本质是一个西方化 是全世界学习西方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 近现代的历史的本质 其实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就是向西方学习 不断地增加现代的元素 包括现代技术的引进 包括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 包括城市化 包括人口的转变 包括人们理念的转变 那么现代化就是一个国家 现代性不断增强的一个过程 那么应当说 现代化它的本质 或者最核心的是工业化 它是一个社会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个根本性的变化 体现了很多方面 我就举一个例子 让同学们更好的理解 那就是人口的转变 我前面曾经提过几句 人口的转变 为什么我们说传统社会 和现代社会 是一个迥异的社会 是因为这个社会的 很多基本的机制和原理 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比如说以人口的再生产为例 在传统社会 人口的再生产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人口的转变曲线模型 这个模型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传统社会的 所谓的三高 所谓的两高一低阶段 就是高的出生率 高的死亡率 和低的自然增长率 就传统社会的特征就是 妇女生很多的孩子 但是腰亡率 包括人们的预期寿命 都是比较短的 使得死亡率也很高 一叠加呢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是比较低的 是低于1% 那么一个传统社会 当开始向现代社会 转型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人口的转变 这个转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是人口的出生率相对稳定 但是呢 死亡率率先开始下降 为什么死亡率会 率先开始下降呢 因为随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条件的改善 人们就会生活的更加的有品质 营养更加的丰富 寿命更加的延长 那么就使得死亡率会开始下降 那么这个下降呢 就会带来人口出生率的提高 就是这块区域 那么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 出生率也会开始发生下降 死亡率进一步下降 为什么出生率也会发生下降呢 因为随着人们教育水平的提高 特别是妇女的教育水平提高 那么家庭会选择生更少的孩子 那么在 比如说以中国为例 我们在传统社会 妇女平均要生六个孩子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妇女生的孩子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到现在只有不到两个孩子 那么也就是说 随着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那么出生率会大幅度的下降 那么这个下降呢 和这个死亡率进一步的下降 相叠加 也进一步的会拉高 这个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所以这是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等到了完成 现代社会的转型之时 人口的再生产类型 就会转变为所谓的三低 就是低的出生率 低的死亡率 和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那么这个自然增长率 也会低于1% 也就是说呢 无论是在传统社会 还是在现代社会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都是低增长 不到1% 但是呢 出生率 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高出生率 到了低出生率 所以这就完成了 从传统社会 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从传统到现代 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它是伴随着很多原理性的 机制性的一些根本变化 我们可以看一看 无论是发达国家 还是发展中国家 实际上都经历 或者正在经历 人口转变的过程 当然发达国家 已经完成了人口的转变 而发展中国家 现在还在进一步 在人口转变的进程之中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全世界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 为主体 而且份额在不断地增大 这是因为人口的转变 必然会伴随着 人口的倍增 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份额 会越来越多 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中国的人口增长史 中国在前现代 就已经经历了 三次人口的倍增 包括从先秦到北宋 包括从北宋 过来一直到 到那个明清 特别是在清朝的中后期 中国的人口突破了四个亿 那么等到了 1950年建国之初的时候 中国的人口 已经超过了五个亿 所以五亿人口 是中国现代人口 在转变之前的基数 那么由于人口的 转变这样一个原理 就是人口转变 必然会伴随着 人口的倍增 就使得 我们过去的七十年 经历了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人口倍增 从五亿多 到现在已经接近十四亿 当然 由于中国成功实行了计划 争议 我们的人口倍增 它的幅度是比较小的 只有两倍多 不到三倍 而像一些新大陆国家 像北美洲 像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是经历了 经历了几百倍的人口增长 北美也有上百倍 那么中国实际上是 比较有效地控制了人口倍增 当然 现代化 它的转变 最核心的是工业化 那么什么是工业化呢 那么它的一个 经典的定义呢 就是工业 或者第二产业的产值 在国民生产总值当中的比重 不断地上升 也包括 第二产业的就业人口 在总就业人口当中的比重 不断上升的过程 那么工业化呢 作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它实际上是促使一个社会 从传统的农业社会 向现代的工业社会 转变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说啊 过去两百年的人类的历史 本质上就是 从传统农业社会 转向现代的工业社会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 进入到工业化的后期 很快就会完成工业化 我们现在又面临着 第二次现代化的问题 这就是何传奇先生 曾经提出的一个命题 就是现代化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完成工业化 第二个阶段是信息化 知识化 但是现在还有网络化 对吧 智能化 这是我们第二次工业化 这是赋予了工业化新的内涵 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 主要还是传统的工业化 因为在近现代历史上 过去两百年 人家大部分时间 是在经历一个 传统的工业化的一个过程 那么工业化它的核心就是 带来了 我们说商品生产的效率的 极大的提高 就是在工业化社会 由于机器化大工业的生产 使得劳动生产率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怎么来理解 这个工业化的力量 因为我们现代社会 革命性的变化 本质上就是工业化 这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所带来的 我举一个我们身边的例子 这是若干年前 若干年前我还住在清华校园里面 住在咱们西北面的教工小区 我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上班 现在很不幸 搬出去了 每天开着汽车来上班 骑着自行车上班是很happy的 然后我每天早上都骑着自行车 从家里面穿过清华园 穿过二校门 来到我们公管学院来上班 我有一天早上 我路过这个二校门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一位中年妇女 在二校门这个地方 卖东西 卖什么呢 卖鞋垫 我很好奇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有人在这卖鞋垫 我就停下来 我就去看 她卖的是什么鞋垫 她在那边纳鞋 边纳鞋垫边卖 我就问 我说这个 请问您这个鞋垫怎么卖的呀 你们猜一猜 我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呢 然后呢 这位女士呢 就说 三十块钱 一双 我听了之后 觉得很吃惊 我想一个鞋垫 怎么需要三十块钱 我就问她 为什么你卖这么贵呀 这是我期望得到的回答吗 我当时期望的回答是 哎呀 这个鞋垫你看 是在清华大学的清藏 这个地方生产的 二校门是清华大学的清藏 这是 这是这个 带有清华大学福气的 你们家小孩子买了 就能考上清华 对吧 或者说 哎呀 这个鞋垫 它有特别的纪念意义 对吧 我们清华的老师给它开了光 对吧 像类似这样一些 就是总之要很特别 这样你这个鞋垫 才能卖出价钱 对不对 可是我听到的答案 和阿牛的一模一样 就是阿牛那么说的 就是哎呀 手工的 手工的 然后后面还加了一句 叫 结实 手工的 结实 我听了之后呢 就觉得 哎呀 我心想 哪位同学愿意花三十块钱 在这买一双 结实的手工作的鞋垫 为了验证我的这个好奇心 我就骑着自行车 继续往前走 骑到了赵兰院 那时候赵兰院呢 还是一个 有一个百货商场 就是现在建设银行 那个地方 那时候还没有建设银行 那块地方是我们的那个 一个商场 我就到那商场里面去看了看 一双鞋垫卖多少钱呢 哎 我到商场里面一看 卖两块钱 哎 我就在想啊 同学们如果在做选择的时候 会去买那三十块钱的 手工鞋垫 还是两块钱的 我估计是机器生产的 不然不会那么便宜哈 你们会做何选择呢 同学们想一下 你们会做何选择 买三十的 为什么呢 看来阿牛是不差钱的啊 我心里面的选择是 我会买十五双两块钱的鞋垫 这是我的选择 不知道你们的选择如何 现在有少追求高品质的 喜欢买手工的 喜欢买手工的哈 所以我当时看了看呢 我的预判是什么呢 我的预判是 我相信这个生意在这做不下去 当然那个 这个可能时过境迁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哈 如果是今天 也许他的生意能做下去 因为我发现同学们的 关键已经转变了 那么第二天 我再骑车经过的时候 它已经消失了 我的理解是没有生意 对不对 没有生意所以就走了 那么我相信呢 这个可能三十块一双的鞋垫 也是可以卖出去的 但是呢 可能不是在这个地方 都卖得出去 可能要跑到七九八 或者跑到其他的什么 有特别意义的地方 如果非要在这个地方卖出去 就要加上我说的那些 我期待的那些东西 比如这是在被清华大学 什么什么开过光的 是不是 或者说是 带有这个 能保佑你们家 这个子女 这个高考的 像类似这样一些东西 是吧 也许能卖得出去 那么为什么 藏览院的商场里面 鞋垫可以卖两块钱一双 为什么他的鞋垫 就要卖三十块钱一双 我们可以想一想 这个背后的差异 本质上是 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那么机器化生产的商品 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生产大量的商品 所以它的成本就很低 它的价格就可以很低 这就是工业化的魔力 它极大的 降低了商品的价格 本质呢 是极大的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 所以这位妇女所代表的是 传统农业社会的手工业 它是手工业 而这个商场里面卖的鞋垫呢 是代表了现代的大工业生产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 当这两种生产模式碰撞的时候 毫无疑问 手工业是不堪一击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影 它是一个metaphor 就是近现代 人类力指的本质 就是当工业化的 这种大机器的这种生产 碰上了传统的手工业生产 那么后者不堪一击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近代他们坚团力炮来到了中国 那么中国社会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 它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 好 祝贺你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已经提前进入了后现代社会 因为后现代社会人们反腐归真 更加喜欢手工的 更加喜欢那些质朴的 比如说现代化的特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 但是呢 到了这个后现代化呢 人们更喜欢住在乡下 这叫后现代化 对不对 你现在那个发达世界 人们越来越多地跑到乡下去住 中国将来可能也会迎来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现在还没有 我们现在还在出来一个工业化的 没有完成的这样一个阶段 好 那么既然现代化是一个 很难避免的一个潮流 而且从全世界历史来看 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潮流 即使你想保留木戈田园式的生活方式 也是很难的 我们可以看很多的作品 无论是美国的印第安人 还是我们台湾的土著居民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民族 土著居民 他们都没有办法逃脱 现代化的挑战 现代化波及的浪潮 他们的生产方式 不得不被卷入这样一个潮流 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得不随时发生变化 那么由此呢 又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近代的中国 不能够及时地响应 现代化的挑战呢 我们第一阶段已经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啊 很多的学者都做了讨论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早期版本 就是李约瑟之名 李约瑟在很早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 就是早在14世纪的时候 中国在北宋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而是发生在了英国 发生在了西欧 这是李约瑟之名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学术命题 那么围绕这样一个命题啊 历史上有很多的学者 都做了研究提出了不同的学说 你比如说马克·阿尔文 他就提出了一种学说 叫人地比例失调论 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口太多 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凸显 就使得中国的技术进步呢 更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型的 是节约资本 那么节约资本呢 就很难带来技术的进步 这个本质呢是由于人地比例的恶化所带来的 你再比如说林一福先生曾经提出来一个 叫技术供求不足的假说 我前面也提过就是 他认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 技术发明的模式是截然不同的 传统社会的技术发明是天才模式 就人只要足够的聪明 就可能会有发明创造 那么现代社会的 这个技术发明的基本模式 叫人力资本模式 你必须要经过漫长的人力资本投资 才有可能有发明创造 那么很显然 中国呢到了现代社会 我们由于 现在的科学技术教育体系没有跟上 我们在和西方的科技竞争当中啊 就必然就落败了 那么传统社会由于中国人多 所以我们的技术发明又多 现代社会 我们的成就就非常之少 这是从技术创新的模式角度 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 当然还有著名的历史学家 像斯塔夫里·阿诺斯 因为我们知道 这位学者非常有名 他写了一本书叫 《世界通史》 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提出了一个学说 叫儒教支配地位说 他认为呢 中国是一个被儒教支配的社会 这个社会呢 崇尚老年人 不尊重年轻人 不鼓励发明创新 那么就使得 中国社会呢 处在一种保守 传统守旧这样一种气氛 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 是儒教这种文化因素 那么抑制了中国的工业革命 像著名的学者彭木兰 也提出了一个叫大分流的理论 大分流的理论是讲 18世纪以前的时候 中基方 基本上出来同一个发展水平 他们的发展水平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西方呢 也并没有任何的优势 但是呢 到了18世纪末 和19世纪初 以后呢 历史就进入到一个分流的阶段 东西方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道路 那么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根本原因就是 西方人率先发现了北美大陆 就是新大陆 为什么发现新大陆导致了不同呢 这是因为东西方都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就是人地矛盾 人地矛盾如何来缓解呢 西方通过技术发明创造 通过工业化的方式 缓解了这样一个矛盾 但是呢 工业化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商品的大量的生产 就需要更多的资源 需要更多的资源 还需要市场 而北美大陆的发现 极大的缓解了欧洲所面临的人口资源之间的矛盾 所以北美大陆的发现 新大陆 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 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发展路径 而中国呢 还是诱于一个传统的旧大陆 我们并没有开拓新的资源空间 所以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这是彭木兰的解释 叫大分流理论 亚当斯密啊 他在200多年前也研究过 中国的经济停滞 他认为呢 中国呢 是属于一种禁止的状态 这种禁止的状态呢 它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包括中国呢 重视农业 但是轻视工业和贸易 也包括中国的法律制度 他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 已经达到了极限 不能够支撑中国发展工商业 那么法律制度呢 是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瓶颈 使得中国没有能够支撑工业革命的制度因素 那么还有很多其他学者的解释 当然了我们说啊 中国之所以现在没有能够成功的发动工业革命 它必然是由很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每位学者呢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更多地强调某一两种因素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要给出一个 完整的更加这个有说服力的解释 应当是一个更综合的解释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教科书 中国政治经济史论这部书的 在我们的教科书的第二章 详细地列举了刚才说的这些理论 同时呢也给出了更加综合的解释 就是如何从经济 政治 对外开放 人口 技术 制度 多个方面的因素 来综合地解释这样一个命题 所以同学们可以课下进一步来阅读 当然如果从更加宏观的视野 去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就是用望远镜的方式来看的话 这个问题呢似乎也并不复杂 它的本质呢就是 传统的中国形成了一种文明模式 而这种文明模式呢 它的惯性太大了 大到以至于面对西方的 现代化的挑战的时候 它很难改变它的惯有的轨迹 那么这种传统文明的模式 它的本质就是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它实际上是三位一体 包括它的经济上 它是农业和小商品高度发达 具体经济发展不平衡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和它相适应的重农易商的政策 这是它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的政治模式呢 是建立在封建中央集权基础之上的 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 本质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 那么它的文化上呢 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 封建伦理为主的思想文化 这是它三位一体的特征 当然这三个方面是相互适应 相互加强的 那么按照中国学者的看法呢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明啊 已经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超稳定 什么叫超稳定啊 就外力无论如何扰动 它都很难改变 这叫超稳定 这是为什么中国历经两千年 经历了十三个帝国 主要的帝国有十三个 王朝兴衰周期 周而复始 但作为它的本质 就是农业文明的这种三维体的本质 从来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过 因此呢 它拥有巨大的文明惯性 用制度经济学的说法叫路径依赖性 路径依赖 我们在第一节课也说到了 它是一种文明的惯性 每一次王朝分裂之后 它都会更加快地走向统一 走向大一统 这叫文明的惯性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近代之所以不能够成功响应 现代化的挑战 本质上是由于中国强大的这种惯性 当面对西方外力的扰动 甚至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这种侵略 这种威胁的时候 它的船太大 惯性太大 以至于很难做出根本性的转变 如果要做出转变 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发生的历史 就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最终才使得一个传统的帝国的轮船 调转船头 拥抱了现代的工业文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